您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为您介绍过 健美情侣党奋斗的故事吗 这一回情侣党呢 更是要教台湾1001个故事的观众朋友们 久坐或久站的上班族 要如何疏解酸痛 大家好 我是萱萱老师 我是阿泽老师 今天我们要教你们的是上班族 如何做运动康复的动作 在你上班的时候呢 也可以调整你的身体哦 平常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把你的双手常常放在键盘上 还有拿着滑鼠 造成了手指头麻木 还有我们的手腕很紧张呢 其实呢 在你工作的时候呢 就可以常常做这个动作 然后呢 让你的手指头跟手腕舒缓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哦 将你的手指头 食指交扣 OK 深吸一口气 然后把手心往上翻 对 然后突起的时候 把手肘再夹靠近 好 感觉在你的手掌的地方 觉得延伸 手腕的地方 感觉放松 然后再借由这个深呼吸之后呢 我们做肩膀的下沉的动作 好 这个动作主要可以生长的掌肩肌 以及我们手腕八大王骨的关节放松 避免压迫 因为我们的手指头呢 常常因为在活动的时候呢 还有长时间的使用 过度的造成我们手指头的麻木 如果您是九站的上班族 该如何解决你小腿疼痛还有下肢循环不良的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请阿哲老师示范 首先请你找到一个固定物 墙壁或者是桌子 椅子都可以 只要能够固定你的身体的 好 将你的双手放在固定物上面 好 深吸一口气 把你的臀部向后拉 这个时候你的下背部就可以达到一个延展的效果 接着呢 把你的脚踝做勾起来的动作 哇 你现在就可以感觉到小腿被拉长 刚刚很紧绷的感觉 马上就会瞬间消失哦 好 在这个动作呢 做吸气吐气 然后慢慢的得到一个放松以及伸展的动作 当你 改善你九站的时候 你的下背 臀部跟腿部等一个不舒服 还有一个下肢循环不良的现象 接下来要上来咯 首先把膝盖微弯 收腹拱背上来 感觉你的脊椎是一节一节的往上拉长 接着以后呢 把脊椎拉长以后肩膀放松 OK 这就是我们前弯勾脚的舒缓动作 OK 这就是我们前弯勾脚的舒缓动作